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教你如何追到白富美的电影《半个女友》 马达夫从印度比哈尔邦来德里上大学 当他看到篮球赏上奔跑的漂亮女孩丽亚后,立刻爱上了对方 打篮球特别好的马达夫,还指点丽亚该怎么打 结果丽亚的球队获胜,丽亚对她产生好感 之后马达夫在校园里到处寻找丽亚的身影 发现丽亚总是独来独啊 喜欢在礼堂弹吉他唱歌,还喜欢在鱼里走 穿着裙子在鱼里走,穿着吊袋在鱼里走 背着吉他在鱼里走 姑娘,你是五行缺水吗? 同时马达夫也发现丽亚家里有矿 每天都有司机接送 某天丽亚邀请马达夫打篮球 两人才开始正式接触 当他的三个单身狗室友 见到马达夫和校花丽亚一起喝咖啡时 真是羡慕嫉妒恨 但好机友却让马达夫清醒点 说丽亚可能就想跟他学打篮球而已 并让他邀请丽亚看电影 看他答不答应 结果马达夫去约丽亚看电影 丽亚说你半场投进篮我就答应你 结果马达夫一直投到天黑 丽亚被感动 于是跟他去看电影 马达夫想抓丽亚的手 但丽亚躲开了 看完电影 丽亚带他登上塔顶 说自己不开心就来这里 还说他父母总吵架 父亲经常打母亲 一吵架他就躲到这里来 还说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去纽约的酒吧 弹集他唱歌 于是马达夫就鼓励他在校园里唱歌 在地铁上唱歌 在酒吧里唱歌 在集市上唱歌 还陪他逛夜市 为他吃面 陪他买东西 送他回家 最后丽亚终于吻了马达夫 之后丽亚邀请他来家里 参加生日派对 马达夫送给他一条 绣着他名字的围巾 但一高富帅 送给丽亚的是昂贵的钻石项链 而且丽亚的父亲 根本不鸟马达夫 听说马达夫是比哈尔邦来的 顿时不屑一顾 忙着去招呼高富帅 这让马达夫感到沮丧和挫败 但没想到丽亚家的仆人 都是比哈尔邦来的 而马达夫是比哈尔邦的王子 仆人们都认识他 争着跟他合影 这让众人都很惊奇 虽然只是个穷王子 但马达夫却很高兴 因为丽亚说他是自己半个男朋友 好机友又给他泼冷水说 你为他付出这么多 才只是半个男友 丽亚只是拿你当个玩物 他又出主意 让马达夫邀请丽亚来寝室 然后跟他黑羞 看他愿不愿意 结果马达夫真的把身体不舒服的丽亚 拉来宿舍休息 马达夫也厚脸皮躺了上去 但是刚要进一步动作 被丽亚拒绝了 马达夫受了打击 问自己到底算什么 还情绪激动的把丽亚推倒了 丽亚生气离开 马达夫后悔不及 球赛也没精神打 他去找丽亚道歉 但丽亚却不想打理他 但突然有一天 丽亚约他到塔上见面 并给了他一份请柬 说自己要退学 然后和高富帅结婚 说这是父母一直希望的 马达夫伤心挽留 但丽亚决然的离开 从此马达夫就如行尸走肉一般 直到两年后大学毕业 他拒绝了学校的工作安排 回到了贫穷的比哈尔邦 邦母亲打理他 亲手创办了23年的学校 但学校里都是男孩 没有女孩 是贫穷 让女孩没学上 当得知比尔盖茨基金会 要给比哈尔邦的学校 提供财政支持后 马达夫毅然前去申请赞助 但因为申请的学校太多 所以要看谁的演讲 能打动盖茨 但没想到在面试的酒店 竟然遇到了丽亚 丽亚说她来这里开销售会议 就住在这个酒店里 寒暄了几句后 丽亚离开 本来要赶长途车 回家的马达夫毅然返回 在酒店大堂等丽亚回来 一直等了七个小时 连厕所都不敢上 就怕错过了 丽亚很感动 两人一起吃饭时 丽亚说自己离婚了 因为丈夫打了她 而她父母竟对此无动于衷 还劝她不要离婚 要忍让 所以她毅然离了婚 跟家里也不再往来 这下马达夫又看到了希望 她建议跟丽亚合租一个公寓 丽亚不必一直住酒店 还可以教她英语 因为自己的演讲要用英语 最终丽亚同意了 她发现丽亚 还戴着当年她送的那条围巾 之后丽亚每天帮马达夫 准备英文演讲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 美好开心的日子 之后马达夫带丽亚回老家 骑着自行车 引起热情围观 但母亲听说丽亚中途退学 还离过婚后 直言她很懦弱 马达夫因此责怪母亲 在印度离婚很被人看不起 坐火车离开时 母亲让丽亚放过马达夫 丽亚伤心上了火车 面对着追来的马达夫 让她好好演讲 为学校争取到赞助 让更多孩子上学 马达夫喊着 我不担心演讲 我只怕失去你 丽亚痛哭失声 之后比尔盖茨来学校考察 马达夫发现丽亚也来了 他很高兴 但是站在台上 他却忘了演讲稿内容 于是他气稿不用 用朴实的言语 说了孩子们的现状 以及对孩子们的热情 和对教育的痛心 没想到 他的真诚打动了比尔盖茨 决定赞助学校500万卢比 之后每年都会赞助100万 马达夫被乡亲们举了起来 他突然发现丽亚悄悄离开了 丽亚让一名学生 给了马达夫一封信 信里说他换了淋巴流 生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说他和马达夫一起度过了 最美好的时光 他让马达夫好好生活工作 忘了自己 不要试图找他 马达夫急忙坐车 回市区租住的公寓 但丽亚已经搬走 他又去丽亚家里寻找 但丽亚已经跟家里没了联系 之后伤心欲绝的 马达夫去了纽约 受邀到比尔盖茨基金会实习 住到了好基友家里 好基友和女友 非常欢迎马达夫 但马达夫来纽约的原因很简单 他听丽亚说过 特想在纽约的酒吧 弹吉他唱歌 于是他下班就去酒吧寻找丽亚 但纽约的酒吧太多 就向大海捞针 结果丽亚没找到 酒量就见着 好基友的女友 还把漂亮闺蜜介绍给他 但他心里装满了丽亚 已经容不下别人 好基友终于知道他的目的后 骂他又傻又蠢 马达夫哭着说 半年多了 丽亚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 实习完毕后 马达夫放弃了 留在纽约工作的机会 选择回家乡 朋友同事为他举行了欢送会 并播放祝福录像 他突然发现在漂亮闺蜜的一段视频里 背后唱歌的女子正是丽亚 于是漂亮闺蜜 鼓励他去找寻自己的真爱 好基友也不再泼冷水 让他勇敢的去追 但是圣诞夜根本打不到车 他在漫天大雪中 跑了七公里 才跑到那家酒吧 丽亚看到他后 顿时觉得缘分太神奇了 他也一直爱着马达夫 而他也根本没病 于是两人拥抱在一起 之后两人结婚 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马达夫的妈妈也终于接受了丽亚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只要你坚持不懈去追一个女孩 终于有一天你会被累死的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不朵白 下次见 有